大家好 我是陳寗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什麼呢 其實已經很明確了 各位已經看到後面有一個大大的箱子 上面寫著 Neumann 下面寫著 U87 而且呢 U87 的本人就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金光閃閃好大一根的這個 就是 U87 本人 沒錯 我把他買回來了 連帶著後面的 Nagra 7 也一起上線了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來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悅 我又買了新的跟這個 錄影相關的道具就是他 U87 我們心心念念已久了 之前還有 brother 誤會 以為一隻只要一千多塊 不拿一隻十幾萬好嗎 所以呢 今天把這 U87 買回來 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現在你看到的呢 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手開箱了 因為 他已經裝在這裡了嘛 而且你現在聽到的聲音就是我用他錄的 用他配這個 Nagra 7 錄的 所以呢 開箱的那個影片到哪去了呢 答案就是在頻道會員裡面 你在頻道會員裡面呢 就可以看到會員專屬的影片 裡面 就有直接從不是 U87 的聲音 直接平順地接過去變成 U87 因為我就在影片裡面開始錄音 所以呢 你就可以最直接地聽到 U87 聲音到底是怎麼樣 我必須說真的是太厲害了 過去呢 弄麥克風要調整一大堆東西 然後到電腦裡面還要後製一大堆東西 要去壓什麼噪音啊什麼 現在 U87 幾乎不用簡單地壓個噪音 然後做個強制線符 聲音就可以用 而且超好聽的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今天我們就好好地來聊聊他 開始之前呢 記得要訂閱我 那如果看完這影片之後 你覺得說 哇 陳寗真太棒了 你為了我們可以有更好的畫質 更好的一直投入了這麼多錢 這個加這個 加全部的東西加起來近 50 萬 這樣的東西就為了給大家更好的聲音 那你說哇 陳寗真太棒 那麼怎麼辦呢 在資訊欄裡面 就下面 這個地方資訊欄 有頻道會員的連結 加入頻道會員 就可以支持我把影片做得更好 那另外呢 有一個新的按鈕在這個地方 叫做超級感謝 按下去呢 就可以立刻用實質的方式 支持我把這些東西弄得更好 給大家更好的聲音 更好的畫質 那我們就開始囉 以路人聲來說呢 你要傳達那個非常渾厚的聲音 非常豐富的細節 U87 就是非常好的選擇 所以你在網路上看 YouTube 影片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很多的歌手 他用的麥克風都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 這樣長長的一根 然後這旁邊呢 還有一個這樣子銀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地方一個銀色的框框 這一支呢 就是 U87 只是呢 你一定會想 那為什麼我的 U87 看起來好像跟別人的不一樣呢 因為 現在目前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其實有很多東西 他缺乏原物料啊什麼 做不出來 所以目前台灣呢 還在的 U87 的全新庫存 就剩下這個限量版的特別貴的版本 這個特別貴的版本呢 是 Newman 的 50 週年紀念代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箱子 他 就三個不同 第一個呢 是他的麥克風本身呢 就是這樣金燦燦的一支 然後呢 再加上他的這個防震架 也是金燦燦的一組 平常是霧 就是霧營的 然後呢 這盒子呢 除了上面的Newman 的 LOGO 之外 還加上下面的 U87 的 LOGO 可是這 U87 的 LOGO 非常的雷的 會跟大家講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快掉光了 也不能說快掉光了 就掉了一大堆 真的是他 每天都掉一兩個字母 很快的 他就會沒有那個限量版的字母 反正等一下會給大家看 那為什麼會想買他呢 其實 原因很簡單 之前有講過 就是我在看福山雅治的影片的時候 然後我就發現 福山雅治他在唱歌的麥克風 就是用 U87 他的面前總是一支 U87 甚至他有時候在拍一些 小短片的時候 他也用 U87 我就覺得 U87 這個聲音 你看聽福山雅治的這 CD 那麼好聽 對不對 那用 U87 一定很棒啊 絕對不是因為他唱歌好聽而已 一定是麥克風也很棒的關係 後來呢 我又愛上了石川小百合 我發現石川小百合用的也是 U87 他唱那個 魯邦啊 就是2015 年魯邦三世的那個片尾曲 Yamete 哇 也是用 U87 我就覺得 U87 一定很棒了 那後來我就開始搜尋這支麥克風 發現了 原來還有一個人也很愛 U87 就是陳奕迅 他還出了一張專輯 就叫 U87 不過呢 陳奕迅的歌呢 大家可以聽看看 就是跟我剛剛講的石川小百合 跟這個福山雅治 完全不同風格的 我只能說 他就是一支很好的麥克風 他可以很忠實地呈現 你所要展現的聲音 你是什麼樣的聲音 他錄起來就是什麼樣的聲音 這也是 Neumann 他一直以來想要強調的東西 另外我後來就是在跟人家聊這個 U87 的時候 我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在台灣 看到大多數的 YouTuber 啦 或者說錄的 Podcast 啦 他用的麥克風通常是 Rode 的 或者是一些比如說 Sennheiser 之類的 可是呢 如果去看大陸的話 他們呢 尤其是那種唱歌的那種實況主 他們呢 用手麥克風 兩個選項 第一個呢 是 U87 第二個呢 是 Neumann 的 M149 這兩支麥克風超多人用的 那當然有一些其他的經典麥克風 AKG 啦 或者是 Shure 啦 不過 我也不知道是聲音還是外型的關係 反正就是我看了就是沒有特別覺得 我就想要買他 雖然呢 我以前買了一支 這個 AKG 的 120 就是這一支 USB 的麥克風 這一支呢 當時也是有一個夢想 就是想說 買他之後呢 就可以錄出很好的聲音 結果呢 那個也是一個慘痛的歷史 買了之後 沒錯 他錄出來的聲音 比我過去用過的所有麥克風都還要好 可是他有非常嚴重的底噪 他會錄到非常多環境的噪音 然後呢 那個時候 為了可以錄出乾淨的聲音 哇 真的是很辛苦 要把那個冷氣關掉 每次要拍影片的時候呢 就是把冷氣開最涼 開到房間 整個都很冷之後 再把冷氣關掉 可是呢 關掉之後 有很多東西會發熱啊 比如說相機 比如說燈 這些都很熱 所以呢 就會搞到房間又很熱 所以 又要再把冷氣開起來 非常辛苦 後來呢 就改用那個 Sennheiser 就是 Sennheiser 那個小蜜蜂嘛 不是很長 一段時間大家都會看到我這裡夾了一個毛球嘛 那就是一個 Sennheiser 麥克風 那後來 Sennheiser 那支麥克風的線有一點問題 所以 後來又換成這個 就是這個 Blue 的 Nano 所以 大概在七月左右的時間 你看到的影片 幾乎全部都是用他錄的 整體的聲音呢 算是厚實度增加了不少 可是 還是一樣的問題 就算切到心形指向 他還是會錄出非常多的環境噪音 可是呢 那個時候我就想 這到底是什麼問題 到底是麥克風本身的問題 因為他在吃 USB 的電 還是 這種麥克風本來就是這樣 他本來就要花很多時間去降噪 因為這想起來很合理嘛 不然為什麼 大家在錄音的時候 都要在什麼錄音室裡面 然後牆壁上貼滿了各式各樣的吸音棉 然後牆壁也要用咚咚板之類的 那個時候就覺得是這個樣子 後來 我又在買 U87 之前又做了很多功課 因為畢竟買起來很貴嘛 你看 U87 這支就十幾萬了 快二十萬 然後再買這個 Nagra 7 又快三十萬 這兩個東西加起來就快五十了 還有腳架什麼 當然腳架是本來就是相機腳架本來就存在的東西 不能算在內 但是呢 整體你看這個地方看起來就蠻多錢的 所以 在買之前呢 我就去研究 這個 U87 在一般情況下使用 他會收到很多的環境噪音 所以呢 通常在唱歌的時候都要這樣唱 都要這樣子唱 所以他才不會收到其他的噪音 那個時候我就想我真的要買嗎 但是呢 看到福塞亞這影片 又不斷地洗腦我說買啊 買就對了 後來 也非常關鍵 就是 我看到的大部分的照片 沒錯 那個時候看到照片都是這樣子錄的 可是我發現福塞亞製並沒有都這樣錄 他常常也是這個距離在錄的 所以我就想這應該是設定的問題 所以 不管 37、21 先買再說 買了之後 第一天我就覺得 我過去都在做什麼呢 他上面 這種麥克風他有三種指向方式 他在開關在我的這一面 所以大家看不到 我也不能把他拆下來 反正 他就有三個模式 一個呢 是全指向 他會收這全部的聲音 就是這個地方的聲音全部都會收 所以呢 在背面啊 在側面啊 所有的雜訊啊 什麼都會收進來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心形指向 心形指向呢 就是他會朝我這個地方 他後面就不會收了 他只會收前面這邊 那還有一個是八字指向 就是收麥克風的前面跟麥克風的後面 所以如果比如說像 我拍跟別人訪談的話 我就可以把這麥克風放在我們兩個中間 那他會收這邊的聲音跟另外一邊的聲音 兩個人的聲音都可以收得很清楚 那那個時候以前啊 因為像這個 Blue 的這個Nano 他這個地方 也有就是有心形指向跟全指向按鈕可以按 可是呢 我怎麼按 都不會變化 就是按了他還是照樣跟你收了一大堆的造訊 我就覺得說這東西真的有用嘛 所以我就對這個東西就不相信了 後來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我不是常跟大家說嗎 你不能因為你沒有用過一個產品 然後 你不了解他好 就是說買那個東西的人都是潘啊 我那時候就想到這一點 為什麼 U87 這種麥克風 Nagra 7 這種錄音機 我從來沒有用過 我怎麼能說 因為我用了一支這個 一支一萬塊都不到的麥克風 然後就說一桿子打翻說 所有的洞穴麥克風都是這個樣子 不可能會好的 所以為什麼會買下來 其實有很多的思考 買下來之後第一天 哈哈 錄出來的聲音超乾淨的 甚至那個聲音 我連什麼去壓什麼 100Hz 以下啦 降低低頻啊 什麼全部都不用用 光是這樣子 聲音就已經超乾淨了 當然還是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冷氣的聲音他還是會錄到 可是那個只要過一個非常簡單的降噪 聲音就 幾乎就是乾淨了 然後後面還以前還要再弄一些曲線 什麼也不用錄出來的聲音 就很漂亮了 只有一個還是要調整 就是強制線浮 因為我講話有時候會忽然間很興奮 哈哈哈哈 這種感覺 所以那個音量的部分 還是要讓他平均化一致一點 但是整體來講錄起來就很棒 當然 我現在還在找他的缺點 因為 剛買了肯定優點覺得一大堆了 但是一定會找到他的缺點 比如說我最近就找到一個缺點 就是他的這個價值 他的這個價值呢 他上面是用這個橡皮筋 就是這個白色的地方 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他是一個白色的橡皮筋 所以呢 這麥克風那麼重的情況撐久了 他一定會疲乏 那我就覺得說那會不會哪天 忽然間他斷掉我不知道 然後晚上他就掉在地上 一定會很心痛的 那以前呢 這種麥克風是直接插在腳架上面 現在還有一個架子 我就在想這個到底怎麼辦才好 所以目前為止我每天錄完之後 我就會把這支拆下來 放到那個箱子裡面 對我來說現在麻煩就是這一點 那其他的呢 還在研究 那Nagra 7 的部分 我有影片 所以大家可以另外看 Nagra 7 的影片有兩支 一支跟大家分享開箱喜悅 第二支呢 就是 算是對他的一點滿滿吐槽 就是 雖然他真的是有夠真香的啦 但是他還是有很多值得吐槽的地方 那剛講到這個箱子 我們現在就來看這個箱子啦 這個箱子呢 就是一個 Numann 的西形箱 我最近買的東西都有箱子 你看我買那個燈啊 Aputure 的燈 不是也附了兩個大箱子嗎 然後現在買了這麥克風的 又附了箱子 那我那個Nagra 7 呢 也有買他的箱子 所以我最近就有很多這個箱子 最近在跟朋友聊到那個 Rimoa 新的箱子 覺得他 就是字體變得很奇怪 然後就想到說 其實我之前想買這種手提箱 現在不用買了 因為 就是都有這種那樣的箱子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箱子 這箱子其實那麽大 為什麽呢 因為他假定你可以在裡面裝兩支 U87 所以他裡面附的海綿 也是可以讓你裝兩支 U87 可是呢 我會建議 你可以直接買兩支 不見得要買一個箱子 因為呢 你買兩支就會送兩個箱子 你就會有另外一箱子去做別的事 你就會賺到兩個箱子 好 我們來看這個 你看 零哥摸到 這個 U87 就是這個地方 他就是這個 Neumann 50 週年紀念 50 週年紀念的一個 Logo 這樣可以看得到嗎 這樣可以看得到 我怕他反光 這個 Logo 呢 再低一點 這樣子這樣子 這樣可以看到 好 那這樣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這個寫 U87 下面還有寫這個 Addition 可是你會發現前面有一個 Z 前面還有一個 R 都不見了 為什麼呢 原來是這個箱子呢 其實是原本就是 U87 的箱子 而這個字呢 是另外再去割字把他貼上去的 可是呢 德國人可能不太了解這個膠要怎麼調 所以呢 他選了一個在台灣這種潮濕炎熱環境 會漸漸融出來的膠 於是 來 我們仔細看一下 來 可以看到嗎 這樣子 可以看得清楚 你看他旁邊是不是都滲出一堆油油膩膩的東西 那個呢 就是膠 膠整個 全部都跑出來了 所以跑出來之後呢 上面的字也就黏不住了 就漸漸地開始掉下來 所以你看他上面的字已經 開始已經消失了一些了 這個字 我就想到 那個 我們看那麻辣膠字GTO 鬼總講的那個燒賣的笑話 他不是說他買了一盒燒賣 然後走走走打開 掃了一顆 然後過了一下子打開 又掃了一顆 然後再打開又掃了一顆 最後全部都不見 然後把他嚇死了 才發現燒賣全部都黏在蓋子上面 我在弄這件事情的時候就發生一樣的笑話 因為呢 我原本想說 這不過就是膠嘛 那用酒精應該可以插起來 所以就拿酒精呢 把他插插插 一插下去發現 欸 那個 THE 的那個 T 不見了 哇 嚇死我了 然後再一插 H 也不見了 然後我就在找 奇怪 不可能這個面積就這麼一點點而已 怎麼 T 跟 H 不見 我又不見 接著 E 也不見了 然後 R 也不見了 後來呢 我找了好久 我還在那個櫃子旁邊找了半天 結果後來發現全部都黏在這裡 所有的字母都黏在這個地方 就非常搞笑 那這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其實 我必須說真的沒什麼東西啊 他裡面就是一個泡棉 還有一些小零件 來我們來看 好 他裡面就像這樣 這個打開的瞬間感覺就會堵繩裡面 會放很多鈔票的瞬間 就像這樣 就像這樣 然後裡面呢 有一個 50 週年的牌子啊 什麼的 就像這樣子 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得到 然後呢 再先放旁邊 裡面還有附一個 C 型袋 裡面還有附一個 C 型袋 就像這樣 C 型袋 來我們放在這裡 好 然後呢 裡面還有一封信 裡面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我沒拆開 我們現在就把它拆開好了 看一下到底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本來沒發現這封信了 拿出麥克風之後很開心 就把那個 就把那個蓋子蓋起來 所以現在才發現裡面有一封是封起來的信 我猜應該是感謝我購買 啊不是 呵呵呵 人家不感謝 感謝的信在這裡啦 其實感謝的信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 說明書 然後呢 翻過來 德國人的最愛 加購選項 來看一下 有沒有 裡面有一些加購的選項 像可以買個仿噴罩啊什麼的 不過呢 他的麥克風並沒有買 並沒有用那個 比較高級的 為什麼 因為他上面才是原始的 U87 是霧銀色的 可以看得到 好 然後呢 這個裡面呢 就是我剛說的 裡面可以裝兩支 U87 這個地方 來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可以看 好 這個地方呢 可以放第一支 U87 然後呢 如果 你有一天 不知道為什麼 忽然間又想買一支 U87 那麼呢 可以裝兩支 U87 就是呢 他已經幫你想好了 這個裡面呢 可以裝兩支 U87 然後 這個地方 有沒有覺得這個尺寸 剛剛好 應該是 Nagra 7 也可以直接塞進去 所以呢 裡面 上面還有線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呢 用的這個 這個藍色的這一條 怎麼蓋不起來 好 好 就是這個 藍色的這個呢 陳寗嚴選的 頂級款導線 現在用的呢 這裡面呢 就是一定要用我的線嘛 對不對 因為其實麥克風 我又黏到膠了 這個一定要把它擦乾淨 因為麥克風呢 他的聲音接收了之後 他是一個微小蓄 然後傳到錄音機去 所以這一條線非常重要 我發現很多人呢 買了 U87 買了 Nagra 7 或者是很好的錄音機 結果那條導線用個隨便的小黑線 那你這樣子 其實有點糟蹋 這支麥克風呢 他其實可以傳達更厚實 整體的聲音 更扎實的聲音出來 但是你的線不夠好的話 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呢 一個箱子呢 裡面可以裝兩支 U87 可以裝兩條呢 這個陳寗嚴選的頂級款導線 再加一台 Nagra 7 剛剛好帶這一箱出去 你就可以隨時隨地 都可以開場 還可以錄音 就是這樣很方便的東西 這個 Neumann 的箱子 說真的 應該平常是不會沒事 把這個 U87 帶出門 所以呢 他唯一的用途呢 應該就是 可以在裡面裝 500 萬美金 要參加國際賭王大賽的時候 就可以提這個去 之後呢 等那個 Nagra 7 的箱子來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到底有什麼差別 一個是從德國來的 一個是從瑞士來的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差別 這個箱子非常好玩 他還附兩把鑰匙 就是 你可以把一個 Nagra 7 把他好好的封起來 但是這種東西有用嗎 要偷走就把整個箱子偷走就好了 還去開那個箱子 所以 非常有趣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這個夢寐以求的麥克風 真的就出現在這裡了 也是一個又實現夢想的機會了 所以呢 最後 感謝大家的支持啦 那就是記得要訂閱我 那如果說呢 你看完這影片之後 你覺得說 哇 陳寗 你真的太用心了 你願意花這麼多錢 然後來為我們提升這個 整體的錄音品質 那麼呢 你可以在資訊欄裡面找到頻道會員的連結 加入頻道會員就可以支持我把影片做得更好 比如說像前陣子的燈 現在的麥克風 現在的錄音機都是所有頻道會員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這樣一步一步地走到現在 就可以跟這個小麥克風跟他說 拜拜啦 我們以後呢 就用更好的麥克風 那另外呢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新的按鈕 超級感謝的按鈕 你點下去就可以直接支持我 裡面有不同的金額 點了 就可以直接支持我把影片做得更好 所有的設備 所有的剪接啦 字幕啦 都必須 仰礙所有的朋友支持 我們才可以一直把他做下去 所以呢 感謝大家的支持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陳寗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晚安 晚安 謝謝